大型装修现场 赶地的诞生 我是欧大 这是我第三次被上师拆架了 上一个血液 我成功的活了下来 但是代价也很大 我砍了大量的木头做陷阱 但是防御等级还是不够 上师还是能轻而易举的突破防线 而且这种方法既耗时又掉头发 我突然意识到想要抵御上师的进攻 必须要先想办法减缓他们的速度 因为血液的上师 无论是移动速度还是攻击速度都非常快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缓他们的速度呢 没错 用水 我在野外搜集材料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 上师在水里的时候 行动是非常迟缓的 如果能将上师都聚集在水里的话 那么在血液的时候 对抗他们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那到底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聚集他们呢 对 修一条覆尘河道 所以现在我要把我的基地全面的改造 来吧 开干吧 我现在要把我建设 就是 这东西 你不需要 我 嘿嘿 我又来靠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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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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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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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場